谢谢玉佩老师 什么样的风水摆饰 可以让人家运美满 这一题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们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家门是主掌着一个 家运兴衰的总关键 首先就是感情不和睦 亲情长长之间有口角 那对于屋主来讲 破财然后事业运也会往下滑 所以如果面临到 家里为什么常常有人吵架 那为什么运气一直在往下滑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不妨去看一看 是不是你们家的门出了问题 因为现在的房子的在设计上面 我们常常都会看到门对门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这个在风水上面 它形成了一个叫做对门煞 也叫做朱雀煞 朱雀就是吵架的意思 所以在古书上面 它有一句话 它叫做 两家不可面相对 必主一家退 然后开门不可两相冲 必有一房凶 意思也就是说 房子的门跟门之间 最好不要这样对着 门口其实它就是个嘴巴 你知道两个门一对在那里 就代表吵架吵个不休了 其实对门煞 它一共有两种 那有一种就是 我家的大门一打开 看到邻居家的门 所以有的时候 就会跟邻居之间有口角 还有一个就是 我屋子里面的房门跟房门对着 所以这个房的人跟这个房的人 常常就会吵架 就沟通不良 就会意见不合 弄得整个家宅就是乌烟瘴气的 那尤其对租屋族 还有那个首购族来讲 因为他们的预算有限 所以在选房子上面的条件 也就有限有的时候因为钱的关系 不得不就住到门对门的房子 但是已经住进去了怎么办呢 没关系 老师今天就是要教大家来 聪明的来挂开运布帘 第一款布帘 针对是什么样的人呢 做生意的人 做业务的人 或是想要求贵人的朋友 老师建议你不妨就挂这个财路的布帘 那这个财路的布帘呢 它一共有三个开运的元素在里头 第一个这个路呢 当然布帘一定是以路为主体 那在古时候来讲呢 路它本身就是一个吉祥神兽 传说中 麒麟就是路的化身 它本身既招财又避邪 而我们这个布帘中间呢 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财路 黄金路 那这个路的姿势呢 是往上跳跃的 它的含义就是表示 它招财的能力非常的强 而且呢 它的财运指数呢 是扶摇直上的哦 而且你的事业运呢 也因为财的关系亦非冲天 那么它第二个开运元素 这个路的身上 有铜钱挂着白菜 其实白菜呢 它有一个吉祥的谐音 叫做百财 百财 象征着百财入户 凝聚了财力 那第三个呢 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 你看这个路角 开枝善叶 上面还有喜鹊在那边 就表示呢 这个富贵在你们家 是落地生根的 那它既兴旺了 家里的人丁呢 也带来了丰厚的财运 而且又活络了 整个屋子里面的一个财气 所以家里的磁场打造的 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说想要希望家孕的话 想要化解家里面的口角是非 想要夫妻和睦 尤其是女生 你想要提升你在家里面的地位的话 老师建议你挂这一款孔雀的布帘 因为孔雀呢 自古以来它就是传说中的一个神鸟 它可以化解家里所有 家人所有的一个矛盾 而且它能够增加家里的幸福的一个气场 那第二个元素呢 这个孔雀领 它的样子大家来看 它是华丽富贵的 而且耀眼动人 就象征着这个家的女主人 在家的地位是不可以被任何人取代的 那第三个呢 孔雀旁边呢 它布满了花开富贵的牡丹花 它象征着夫妻和睦 家运非常非常的圆满 所以呢 老师是建议像这种孔雀的布帘 我们可以挂在夫妻的房门口 夫妻和和 那不管怎么说呢 回到在客厅再怎么着吵 到了房间里面就是一团祥和 那如果呢 你是想要兴旺你的财运 你的事业 你的贵人运呢 老师建议你呢 就挂这个金鹿的摆财的布帘 它可以挂在哪里呢 挂在你的客厅 你的厨房 进门的地方 它都OK的 但是老师要提醒大家 在选择门帘的尺寸上面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不管你今天这个布帘 是挡煞用的 或是开运用的 它的尺寸一定要吻合 文公尺上面的吉祥数字 像最好的老师建议就是 宽的我们找八十五公分 那么它的长度是一百五十公分 那这两个尺寸呢 在文公尺来讲 它是大级劲薄的一个尺寸 所以它也很吻合我们日常生活 在使用 那只要做对的布局 家里的这种气场一好 所以就能够让你的家运 风生水起 当然你的整个家宅的运势呢 也就兴旺起来了 这么简单的方法 就给大家做参与